出尔反尔,自食恶果 在一个朴实的乡村里,有一位杜先生 当他浓闲时便会亲自买牛杀牛 然后将煮熟的牛肉拿到市场上去卖 今年的秋收总算是忙完了 是啊,过几天我出去买几只牛 等杀了后你把肉卤一卤,拿去市场上卖 嗯,好啊 哎呀,小杜,你来买什么呢 收成已经结束了,我想买一只牛回去杀了,煮牛肉来卖 小杜,你可真是闲不住啊 农忙时在田里干活,农闲时就杀牛卖牛肉 不跟你说了,我要过去看看那头牛 以后想吃牛肉再来找我啊 好啊 先生,要买牛吗 是啊 嗯,这头牛挺大只的 身上应该有不少的肉 哦,先生您是卖牛肉的 是啊,每次农作物收成后闲着也是闲着 我就顺便做点杀牛卖肉的生意 那您的眼光可真好 你看这头牛又大又肥,一定能取好多肉的 杜先生将牛买回家后,便亲自动手将其再杀 老婆,准备好了吗 我可要杀他了 嗯,好了,你杀吧 水已经滚了,就等你的牛肉下锅了 杜先生的牛肉生意非常好 因此每年他都会杀很多头牛 这为他赚了不少钱 然而杜先生最大的遗憾 就是和妻子结婚四五年了 却一直没有孩子 去医院也查不出原因 直到有一天 他们俩遇到了学佛的王阿姨 啊,那里怎么那么多人呢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没事的,那是小杜夫妻在卖牛肉 啊,卖牛肉 是啊,小杜每年浓闲时 都会自己买牛杀了卤肉来卖 刚杀的牛的肉自然美味 所以大家都会去买 原来是这样啊 小杜夫妻二人这么能干 只可惜结婚多年,到现在还没有孩子 做这种杀生赚钱的生意 自然会遭到惩罚 他们怎么可能会有孩子呢 啊? 你看他的生意那么好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好事情 肉卖得越多 他就要杀更多的牛 罪业也会越深 报应就越大 阿姨,你说我们没有孩子 是和杀牛卖牛肉有关吗 是啊 啊? 杀牛卖肉跟有没有孩子有什么关系 你可别当真啊 小杜 王阿姨的话你可不能不信呢 他老人家学佛多年 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很准的 老公 我们就试试看吧 从今以后 不要杀牛卖肉了 我很想有个孩子啊 嗯,好吧 你们从现在开始放下屠刀 应该可以得到上天的谅解 会有机会生孩子的 不过以后可千万别再做这种杀生的事情了 嗯,只要我们能有孩子 我发誓以后再也不杀牛卖肉了 嗯 从那以后 杜先生和妻子果然不在杀牛卖肉 没过多久 杜先生的妻子便怀孕了 生下了一个小男孩 老公 看来那个阿姨说的还真有道理 自从我们不再杀牛后 就真的怀孕了 嗯 老婆 你说会生男孩还是女孩啊 他老是动来动去 应该是个男孩吧 嗯 乖儿子,乖儿子,不哭了哦 我想他应该生育了 快给我吧 我给他喂奶 来,儿子,喝个奶呢 转眼间 五年过去了 杜先生的儿子 长成了一个调皮的小男孩 又到了农闲的时候 杜先生又想重操就业 杀牛卖肉 老婆 儿子现在都长大上幼稚园了 以后他上学还要花钱 不如农闲时我们再来卖牛肉 帮儿子赚点学费 怎么样呢 啊 我们不是说好 以后再也不杀牛卖肉了吗 你还真把那阿姨的话当真啊 你看 我们现在也有儿子了 再杀牛卖肉又有什么关系 儿子以后世世样样都需要花钱 我们现在得帮他多存点钱啊 好吧 这一天 杜先生又来到牲口市场买牛 他看到了一个卖母牛 还附带一头小牛的人 先生 你再加点钱 把这只小牛一起带走吧 嗯 那这小牛长大了 应该可以用来耕地 对呀对呀 您就一起买吧 好吧 那两只牛我都买了 可是当杜先生将他们带回家 准备要杀母牛时 那头小牛突然跑到他面前 混了下来 并发出阵阵哀眠 似乎在恳求他放过自己的母亲 杜先生将小牛赶走 回头要杀母牛的时候 小牛竟然又跑过来 向他跪下 快闪开 别在这里挨手挨脚的 杜先生叫妻子 把小牛牵走拴住 然后挥刀宰杀了母牛 随着母牛一声惨叫 那头小牛也发出一阵 肝肠寸断的叫声 接着他猛跳了几下 竟然也打地死去 老公 你看 这只小牛是怎么了 它 它死了 杜先生将这两头牛的肉取下后 随起扔进了大锅里煮 一直煮到傍晚时分 爸爸 我吃饱了 我要出去玩 嗯 好啊 然而杜先生没想到的是 他儿子看到锅里的水 正在冒着热气 于是好奇地探头去看 这锅里煮的是什么 好香啊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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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儿子 杀生遭报不可不信 既然已经发誓不再杀生 而且也获得了上天的谅解 就应该继续行善积德 如此出尔反尔 最终只能自食恶果呀 我 乌尔反尔